作詞曲 郭文貴 郭文貴 菁聖傑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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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政府第一天 都已經問這個問題 我到現在都是那個所謂八字真言 就是說做足功課 量力而為 什麼叫做足功課呢 其實就是 你千萬不要聽人家說的維碼 你去買股票 你要做一些功課 為什麼那隻股票是好或者不好 你才好買 很多人就憑號碼去做事 或者憑朋友說這隻好啊 這些是最危險的 兩翼而為 當然你自己的財力 我都說了 如果你借錢多去買股票 那個風險 回報當然高 但是風險亦高 其中一件事 我經常都希望 即是我自己以身作德 我是投資者 我都永遠是說 那個所謂資產分配 asset allocation 什麼叫asset allocation 即是說 你放多少錢去 股票 放多少錢去債券 放多少錢去地產 你自己要根據你自己的力量 譬如你是年輕人 你可能放多些股票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股票呢 風險理論上是大些的 對嗎 對嗎 地產呢 在香港來說 這麼多年來 那個風險有的 不過說一件事 就是你的持 即所謂holding power 中文是說 你那個 有沒有什麼實力 持 持貨能力 如果你在香港 你過到03年 沙士那關 過到08年 雷曼那關 你今天 就已經很開心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過不了 那兩關 可能你已經賣了貨 可能虧本離場 可能虧本離場 自己很夠運 就是幾十年來 都沒有在那些所謂 循環 投資的循環 都沒有虧過本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很保守 而且我是很謹慎 其實我看到有些東西不妥 那時候 我就會賣貨的了 例如好像 我記得07年 我就把我的股票 大部分都賣了 因為07年 你記得 每個人都很瘋狂 其實我賣股票賣過兩次 即是比較大規模的出貨 97年是一次 97年 其實我們賣了一間公司 如果你記得 你回去查看紀錄 紅菊組是97年 那時候賣給江大 那我還很記得 我和我老闆 于先生 于先生走了 就說 我說于先生 我說你 弟弟哥 又不會接到班 那我說 當時他和我是大股東 公司 其實我們所謂大股東 不是差很多 兩個加起來 差不多17% 那我說 于先生 我說 我看到這個股票 股票市場 不太妥 那他說 為什麼你覺得不太妥 我說 這個故事 我都講過給傳媒的朋友 我說 我那天去吃麵 有兩個伙計在談股票 有一個伙計就跟另一個伙計說 你有沒有投這個股 我還很記得是北京控股的號碼 號碼我忘記了 那個另一個伙計說沒有 那個伙計就在那裡說得好像專家 你應該買啊 你怎麼 我聽完之後 我做了股票這麼多年 我知道這個 如果全民皆股 就非常危險 所以我就跟老闆說 我說 你也是賣了股票 我看錢都不太跌 結果我們整間公司 當時是97年底 我還記得 在金融風暴發生在泰國之後 我們整間公司 我們將我們的股份賣了 這個有紀錄的 現在的股市又是升到 慶合合 你怎麼看啊 我覺得這次呢 就是特別的散戶 到現在來說 都很謹慎 你看到 不是說 到今天為止 明天我不知道 到今天為止 似乎 都還是很謹慎 我又未見到 97或者07 那些這樣的現象 大規模出現 可能呢 就是因為 第一 我們那些 投資者呢 就 已經是比較上 學了很多東西 交了很多功課 交了很多學費 那就比較謹慎一點 還有呢 你留意到最近的股市呢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 不是說 因為現在 我們差不多接近 三萬二點 每個都升到七彩 不是啊 很多股份 沒有去回 最高點的 藍籌 我講藍籌 很多都沒有去回 最高點 包括匯豐也是啊 那好吧 換句話說呢 就是 還是有很多謹慎的投資者 就 科網股呢 大家不知道 看不記得 2000年爆破一次 那次很傷的 現在又在炒這些科網股 但是 今次的科網股 炒得來 肯定多實力過2000年 因為十幾年後 十七年後 情勢 形勢都變了 很多 很多東西真的有些實力的 是吧 那變了呢 就 但是 科網股 永遠都是 比較上風險大一點的 因為 你那個PE那麼高 是吧 還有呢 每個銅景都很厲害 所以呢 就 就是 你要做 真的做足功課 那些 你買科網股都要 做足功課 喂 可以不可以的 是不是 等一下 一下子就可能跌回得很快 跌回得很快 所以 就 你問我呢 我這次 就不是好像 07 或者197 那個感覺那麼強烈 就說 嘩 現在升到32,000 我們應該 我沽貨 我現在還有貨 我自己 就是股票 我還是 炸 現在來說 超過五成 在我那個 portfolio OK 就是講股票 和債券 現金 我還是超過五成 我未出貨的